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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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来做调整 好 那这个是后方的悬吊系统 这个上座多有默契你看看 来这个 这个是后面的上座 上座的部分就需要沿用原厂 在上座的下方有一个旋钮 这个旋钮就是在调整后方的阻尼值 那这台车如果降到很低的话 手就比较难伸进去 可是40幅的话是还好 那如果身材比较壮硕的 手臂比较粗的话 可以有一个方式就是 我们把车停在斜坡上 车头朝上面 然后拉一下电子手达车之后 他屁股自然就会翘起来 翘起来之后手就可以伸到缝隙里面 去调整这个阻尼值了 那不能早粗一点的手臂把它调整 也是可以啦 所以这个可以从这个地方来调整阻尼 这个是后面的避震器 上座后上座要记得沿用原厂的 来小马谢谢 好那 来我们换来讲这个了 这个是后面原厂后面的阳角 那原厂其实这个是多连杆的 不是脱一臂系统 所以它后轮的话一定会有 一到两个角度是可以调整的 这台车原厂啦 它的轮胎的竖角啊 是有一颗偏心螺丝可以调整 可是仰角的话 这边也是固定的螺丝 这边也是固定的螺丝 所以它没办法调整 所以车高降低之后 轮胎的会变趴 所以比较容易吃轮胎的内侧 那如果不改装的话 其实会不会吃台 也有可能 这个车还很新 了不起大概才一年而已 可是如果啦 车龄有到三年四年之后 它的原厂的弹簧会疲拔 这个是原厂的后弹簧 它原厂疲拔之后 它的车高就会降低 像我们在路上可以看到 很多的 来我举一台车好了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台车 这台车是三菱的 这台也是休旅车 那我们可以常常看到 这台车的后方 后轮的话 车高都已经沉下来 那后轮轮胎的角度呢 都已经Camper变趴 那像这样的话 轮胎的内侧一定 就会磨耗的比较快 但在RAV4上面的话 只能调竖角 Camper的话没办法调整 所以需要借由这一支 这个也是台湾的知名品牌 Summit的 那这个的竖角 洋角的话 Summit的Hot Race 都有人做了 台湾的大厂几乎都有做了 它本来不能调整 可是 现在改成车条之后 这个的长短 它变成能调整 这个调整长短的时候 它后轮的Camper角度 就会改变 就能够我们车高降下来 它后轮变趴 但我们可以把它调整到车高 还没降下来时候的Camper角度 所以不吃太的原则 就是靠这一支来做调整 那KT的部分的话 这个是后面的主泥筒 其实这个品牌的Toyota 那这台车是进口的 日本进口的 它的避震器的品质 其实相当不错 可是唯一的设定就是 它的阻泥是做得太软了 太舒适了一点 所以一般的乘客 操控性会觉得不是很好 而且后面的乘客 很容易会晕车 那其实它也是大厂做的 这个是日本Takiko 它的阻泥的话 以这样的主泥来说 还是偏向舒适的 还是软 那我们来看一下 KT装上去的样子 我们先来看一下原厂的好了 原厂一样有斜度的 这边比较高 这边比较低 所以改装便利器的话 就需要做出这个应该要有的角度 那也有其他的品牌 是要沿用原厂上座 沿用原厂上座的话 以这台车来说要特别小心 因为它有斜度 而且它轴心的话 是有一个缺角 它轴心的话是有方向性的 万一安装的顺序不对 如果有沿用原厂的话 安装顺序如果不对的话 就很容易会有异音 所以要特别小心 那后方这边已经安装好 所以我们先来介绍这里的 第一个 车友有改装了 这个是后面加粗的防晴杆 而且TNGA的底盘 它的前面防晴杆 已经比一般的日系车来说 还要来的粗很多了 那这个有要加粗的话 操控性当然会更好 但是再加上改装电器之后的整体感觉 操控性一定会变好 可是舒适度的话 就得要依靠调整 然后主你也能调整嘛 所以需要靠调整 这个是后面的KT的桶身 这个是后面的弹簧 KT的配置的话是230长6公斤的规则 下方的话有一个调整机构 这个调整机构就是在调整后面的车高 那这里有一个橘色的就是刚刚有介绍的 仰角调整器 仰角调整器的话 调的是这一节的长短 就能改变后轮Camber的角度 从这个地方来做调整 那如果镜头拉到下方的话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颗螺丝 这一颗螺丝就是在调整后轮的竖角的 可是在调整后轮竖角的同时 Camber也会微幅一点点的改变 所以最主要是调整竖角 所以仰角的话就需要借由橘色的 Summit的产品来调整后轮的Camber 那调整KT的阻名啊 软硬度啊 左边跟右边一定要对称一定要一致 好我们后来介绍前面 哇车友也有改装的铝圈 这个铝圈是18寸的2256018 这个轮胎应该是原厂规格 可是这个铝圈会比原厂的轻很多 这个铝圈会比原厂轻很多 原厂像是18寸的锻灶 大概12到12.3公斤左右 算是还蛮重的 那车友也有改装的拉杆 这个也有装的拉杆 引擎式拉杆 在引擎式拉杆的锁附点啊 这几个点就是避震器的上座 上座的中间就是从这个地方 来调整阻尼 那斜度的话 直的上座斜度就是这个 从镜头侧面拍过来的话 可以看到这边比较高 这边比较低 所以这个特殊的角度的斜度啊 也得要视做的精准 万一这个是10度 可是KT做5度的话 哇那不行 那转向的时候会有弹簧蹦蹦蹦的声音 那就不行 所以这个斜度的话是一定要做精准 那这一条弹簧 是一个灯笼状的弹簧 灯笼状的弹簧啊 它弹簧和弹簧之间的线跟线的距离 会拉的比较开 所以它作动的行程会比直卷式的弹簧 还要来多出35% 所以自然啊 它的行程作动幅度比较多 那自然的舒适度也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这个是前面的弹簧 那这些油管固定加ABS感应线 还有理载蒜这些 全部都是用原厂的固定的位置是一样的 所以直接就装上原厂的就可以了 原厂的位置就可以了 那在定位的时候 像这个上螺丝的固定孔啊 KT是做了一个椭圆孔 所以我们安装完毕之后 还要再做四轮定位 在定位机台上 还可以因应车主想要的角度啊 做出前轮应该要有的camper 那后轮的话 就让仰角调整器来调整camper就好了 至于竖角的话 原厂在方向机度感 这一边的话 本来就都能调整 所以加上仰角跟竖角 两边都能调整之后 自然可以做出比较利于操控 或者是跟原厂角度 都有办法来支援 都有办法支援 那侧高的调整前面比较简单 侧高调整 因为它前面是麦花层的悬吊系统 所以它前面有一个托盘 我们把这个齿轮状的托盘 把它悬松之后 它的长度啊 如果调长的话 侧高就会变高 那缩短的话 侧高就会变低 所以从这个地方 可是调整完毕之后 记得也要把它敲紧 KT也有很多 比较细腻的地方 试测我们所看不到的 譬如说 我们在这个齿轮状的托盘 跟下座的地方 中间还有一个波浪状的 防松滑丝 这个滑丝的话 就避免会有松脱的状况 但是最主要的 还是得要记得 要把它敲紧 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用料 是值得介绍的 譬如说 KT所使用的主灵油 是使用意大利一整桶 意大利进口IP的主灵油 至于油风的话 有关到避震器寿命最主要的 就是油风 我们所使用的是日本最大的品牌 NOK的油风 这个油风大概是台自品的 大概七倍的价钱 可是它的稳定度相当的不错 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使用这个品牌 那在产品的售后服务部分 KT本身就是制造的工厂 所以如果车友们 也许有可能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防塵套有破损也好 或者是 阻尼油有裂化也好 这些全部都是可以 针对单一的零件来做 泰换跟维修 这个是工厂才具备的优势 那这一款车 我们在北部卖的相当的好 所以北区的话 经销商 还有中区的经销商 甚至是南部的店家 都有办法提供实车 给车友们来试乘 那如果啦 有很多人要 要看看 试乘之后的感觉 再来做决定的话 都很欢迎跟我们联络 那如果针对经理 刚刚介绍的影片 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都可以私讯我们小编 那谢谢大家收看 以上是今天Rawful五代的直播分享 谢谢 拜拜 咱们